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美之教授原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师 从60年代开始从教50多年 在中国和加拿大先后培养出优秀的国际国内钢琴研究家十几名 很多是活跃在当今国内外舞台及教学岗位的佼佼者 光是移民加拿大多年来 他就为加拿大培养出将近40名的全国大赛获奖者 人们称他为钢琴教学上的金手指 谢谢毕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间 非常的荣幸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Emily啊 那你跟这个毕老师学习有多少年了呢 我跟毕老师整整学了六年的时间 六年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 那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和毕老师学习钢琴的呢 那是因为我在中国也有个钢琴老师 他跟毕老师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就这样子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也就跟毕老师一起学了 那你觉得毕老师的教学方式 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说你觉得他的教学方式有什么 跟别人不同的地方的呢 我觉得毕老师对钢琴教育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在于他会让学生去爱音乐 去懂音乐 就比如像我开始来的时候呢 我手指会动手指 然后呢 我的乐感是强很差的 然后呢 后来呢 慢慢在六年的时间里面 我慢慢的会懂音乐 会去欣赏音乐 然后每当我弹到一首歌的时候 我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处理的方法 好的 谢谢Emily 那Emily是跟毕老师学习了六年 那在中国学了几年钢琴呢 我是在小的时候六岁开始学 然后五年级到这里来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 我都在学习钢琴 在国内学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那也其实很挺久的了 一共学了九年 那你觉得在这九年的钢琴生涯以来 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放弃它 一直就持续地学习钢琴呢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学钢琴 可能会有厌恶啊 或者说不想学了 是不是毕老师在里面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对的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就像别人一样 别的学生也一样 都是要练琴 但是慢慢地 因为在毕老师多年的教育之下 他教我 然后呢 我会去感受音乐 然后去懂音乐 所以呢 我就慢慢地觉得 而以我弹这首曲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这个地方跟我上台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处理的也不一样 然后呢 慢慢地觉得 有很多其他 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学 然后呢 这也让我去学会 去坚持音乐 坚持去学钢琴 然后现在我已经很热爱钢琴 所以我每天都会去弹琴 好的 谢谢Emily 那刚刚Emily说 她的这个一个很大的动力 是喜欢钢琴 那毕老师你觉得 你自己从教大概有五十多年了 那你这个为什么使得 你一直从事钢琴这一行呢 我碰到的很多很好的孩子 我是非常热爱这些学生的 那么像Emily这个孩子 就是非常优秀的 她家长很支持 她自己非常要 所以她在最近六年里边 她从弹很简单地取字 到现在考出了高级文凭 就是相当于钢琴硕士的程度 所以非常不容易 那些孩子经过我培养的 他们一个一个都成长 虽然他们将来 不一定走这条路 我也不是完全要 他们一定要走音乐这个路 应该看每个不同的孩子 人才视觉 然后看他们个人的才能的大小 发展的前途如何 才让他们自己决定 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 所以我现在很多学生 非常优秀的 他们不一定从事这个钢琴的工作 但是他们比较欣慰的 就是他们一辈子 通过学习钢琴 懂得音乐 爱音乐了 然后学习到音乐到 很多优秀的这个 对他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铺垫 所以对他们的工作 事业 人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的学生 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是非常高兴的 好的 谢谢毕老师 毕老师觉得 每个学生都要通过 他们不同的能力 去进行这个音才视觉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毕老师觉得 这个学生在音乐方面的提高 对自己他们将来的人生 不仅仅是这个钢琴生涯 对他们的人生都是有所帮助的 对 那Emily 你认为 毕老师说的这一点 你有没有体会到呢 比如说这六年以来 你觉得钢琴为你做了哪些改变 对你的人生 还有你的这个学业上面 有没有带来一些帮助呢 对 对我来说 甚至跟毕老师 别的学生来说 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 就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如果因为你知道 就是在加拿大的高中是很有压力的 然后在有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弹琴 去释放这些压力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 而且在学校里面呢 我们还会举办义工的活动 然后我也会去参加 然后除此之外 然后呢还有 比如说像我们会跟一些 会懂音乐 会爱音乐的人去进行交流 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说很大的帮助 然后呢 它还让我会坚持 然后会有耐心 然后会有感恩之心 对社会的回报 对对对 我觉得坚持这一点 你是真的做到了 比如说 这个每天都坚持弹钢琴啊等等 这个对于你将来的人生 对于每一件事情的 这个专注度啊 持续度啊 都是有所帮助的 那你刚刚 我们刚刚有讨论 毕老师的教学方式是 因材施教 那你觉得这个因材施教 在你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呢 比如像我 因为毕老师对我来说 最大的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音乐的感觉 就比如说 我呢不会参加很大型的比赛 但是我会从一些弹一些曲子 就比如像说书妹的曲子 为什么不参加大型比赛呢 因为我认为像对我来说 我觉得学情最好的就是去感受音乐 去懂音乐 不是为了去比赛 或者去比赛拿名次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会欣赏 会爱音乐 是我觉得最大的一点 对我来说 比如说我从书漫开始 就开始慢慢就有一些音乐的感觉 然后呢对我来说 每次我听到一些音乐的时候 像有些时候我会觉得 这个音乐很抒情 这个音乐很有不同的感觉 对这是对我来说 比较丰富的 感觉大的一个收益 那我刚刚听Emily说 你们经常有这个公益活动 然后也听B老师之前说了 有这个公益钢琴演奏表演 那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都有兴趣 想要去听一听 那下一次表演是在什么时候呢 明年吧 明年 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 这个每一次都会有这个收入 全部给那个这个爱政基金会的 已经举办五次了 五次了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大概十几年吧 十几年了 那很长的一个 我们坚持 大概是没两年一次这样子吗 我们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前几年因为我有点试试 所以停了一个阶段 但是现在有点空 我们就跟学生一起又做 那我想跟他 他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为什么 我得到很多奖 但是我们并不强调要去比赛 这刚才你问他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教训目的不一样 我们的教训目的 就是让学生通过 学钢琴 发展他的爱好 爱上他的这个 爱上音乐 那考试呢 这个比赛呢 只是附带经过的 能够得到奖就OK 如果是没有 我觉得毫无的关系 跟我们学音乐毫无关系 是 是 我觉得音乐毕竟和学校里的 那些科目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学生学得很轻松 对 他们都很快乐 不是太痛苦 要比赛要怎么样 你看如果Emily对吧 他就是自己很自觉 然后呢 我们时不时的给他一些新鲜的 或者是很好听的音乐 他引起他的兴趣 他就一直在弹 一直在弹 很自然的 他就通过六年进步的非常快 要培养一个人的兴趣比这个培养一个能拿冠军的比赛手 其实是难很多 意义大得多 对 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意义 是 是 爱上音乐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 毕老师您很多学生都一直跟你学习六年七年甚至十年的原因 对 他一般没有人换老师 对 除非他要到更高的地方去深造 那是要让他们走 对 好的学生就是通过不断的好的老师交替就会培养出人才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谢谢毕老师 那艾蜜李最后问您一个问题 那您跟毕老师学习六年以来 您最喜欢的毕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哪一点呢 我就很喜欢毕老师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呢 他不仅仅会给你带来艺术的感觉 那些就是音色上面的要求 他不仅之外 他还会就是从音乐方面会跟像生活方面 或者像一些文学方面进行有一些讲解 就是他因为音乐是互通的嘛 所以有些时候你在讲音乐的时候 就跟比如说像沙士比亚一些 一些就是文学方面就是互通的 我懂了 就是把自己对于这个音乐的理解 都加到了这个教学的内容当中 好的 谢谢艾蜜李 谢谢毕老师今天做过我们的节目间 那在节目的最后 有没有什么想对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艾蜜李 我要请各位就是会音乐的 或者还没有开始懂音乐的人 请他们就是会欣赏音乐 爱音乐 然后呢 因为这是他们人生的财富 好的 谢谢艾蜜李 谢谢毕老师 谢谢电视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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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